在过去这三四十年的时代 所有打着灭共反共的这些组织和个人 无一例外的都是在骗捐乍捐 而只有法治基金和法治社会 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子上 我们在CPAC 我们在MFEST 我们赢得了美国的爱国者的支持 他们许许多多的人过来问我们第一的问题 就是当他们看到我们在现场的 我们的media booth 这种拍电影级别的设备的时候 他们无一不偷来羡慕的眼光 他们都问你们到底是谁资助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自豪地说出 我们有这两个基金的支持 我们不需要所有人的一分钱的捐款 我们至少有六亿的战友 不分种族不分年龄 不光是在美国的支持者 我们还有在欧洲在全世界 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正在逃离中共统治的 有良知的真正的有赚钱能力的人 加入我们